谢霆锋刚过41岁生日 小时候在他那爱好交际的明星父母张若的家庭聚会上 成龙伯伯把他举到半空 张国荣叔叔揉揉他的小脑瓜 那时他一定不会想到 在科幻片里说的遥远的2020年代 这些被称为巨星的叔叔伯伯们 有的老了 有的走了 而他自己被媒体称为最后的香港电影明星 十几年前人们总说香港电影青黄不接 后继无人 2008年燕兆门折损了最好的苗子陈冠希 作为那个被香港娱乐圈看着长大的孩子 谢霆锋不仅仅是谢贤和迪伯拉的新二代 更是整个香港电影产业的新二代 甚或是一根独苗 他从来不是那个最有天分的孩子 却艰难地举着接力棒奔跑 没命地奔跑 接力棒越来越重 他从来不说累 只说愿意拼命 2012年拍逆战 媒体胜赞他拼命 他带着一丝委屈说 这十几年我从来没变 一直很拼 你们却只关心王菲和张伯芝 现在来讲我很拼 去你的 今天我们不聊王菲 不聊张伯芝 聊聊谢霆锋的第三个爱人 他的挚爱 他的香港电影 谢霆锋从小的偶像是李小龙 李小龙带着Hong Kong Action和功夫 闯进欧美人的文娱世界 成为黄种人的金字招牌 那是香港电影辉煌的起点 也是谢霆锋从20岁到40岁 反复提及的责任和梦想 谢霆锋出生于1980年秋天 作为70年代第一位港姐 迪伯拉和偶像派小生谢贤的儿子 如果非说有什么一波要传承 那恐怕就是进入香港娱乐圈 做一个漂亮的花瓶 但是 录终归是自己选的 18岁 谢霆锋的成人礼 是第一部动作电影《新古惑仔》 演少年陈浩南 刘伟强导演 吴彦祖 舒淇作配 拍群殴戏时 谢霆锋突然发现 自己的白鞋变红了 袜子一脱 全是鞋 脚踝的骨头漏在外面 刘伟强叫他去医院 他反问 你能保证明天 还能找300多个 一模一样的群众演员吗 我能负得起我的责任 你开机 戴伤拍了6个小时 到医院时 谢霆锋已经痛得没有知觉了 医生说手术风险太大 如果破伤风感染就要截肢 谢霆锋签了生死状 医生才敢给他做手术 24岁 谢霆锋和陈沐胜合作 第一部动作电影《新警察故事》 另一个主演是成龙 有一场戏 他从香港会展中心 41层跳下来 在半空中 被手指粗的绳子勒住脖颈 勒到窒息 险些丧命 27岁 谢霆锋和陈沐胜的第二次合作 男儿本色 无精一脚把他从楼上踹下去 他摔到树上 车顶再到没有电子的地上 32岁 拍林超弦的逆战 他从楼上跳下来 没有任何防护 三尺半的空间 往前一点断腿 左右偏一点断手 往后偏一点 后脑勺就会撞在车尾箱上 像这样危险程度的动作戏 谢霆锋数不过来拍了多少 他不像前辈武打明星 没有童子宫 武术底子弱 打是弱象 于是练挨打 练跳楼 练摔 拼不来拳脚就拼命 曾经有医生对他说 35岁之后就得坐轮椅 保险公司也给他 一项莫大的荣誉 和重用一起 被拉进了黑名单 保险公司把你拉进黑名单的时候 是没法保的 现在还没有捷径 有其他的一些领域 可能可以保 但是一旦你到了片场 或者是做危险工作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 你等我一个大哥 成长大哥 也几乎是很难保 膝盖啊 什么脊椎那些 就肯定 手指啊 有很多其实 其实永远胜不止的 就是 永远胜不止 对啊 周围上也就看下 其实 里面就压一压不下去 四肢在里面 成龙谈的接班人 直接点了谢霆锋的名字 说他有天分 有胆量 再危险的动作也赶上 谢霆锋为什么要拼命 讲道理 他没必要这样 从长相 背景 到经历 他本有一万种理由 游戏人间 成为一个家世显赫的漂亮废物 毕竟 香港娱乐圈到二代 不漂亮的废物也有 毕竟 媒体给他贴的第一个标签 就是二世祖 若说 成熙动作电影的一波 未见得 轮到他来拼命 香港娱乐界 也未见得 多么善待他 从出生开始 谢霆锋的生活 就像一场大型真人秀 曝光在所有人的注视中 接受所有人的品评 他说自己 如同生活在楚门的世界 1980年8月29日 谢贤正拍大热剧集 千王之王 女主角第一次上大戏 服饰妆容都颇隆重 结果谢贤接了个电话 说迪伯拉要生了 现场几十个贪犯的记者 立刻跟着他一路狂奔到医院 谁也没有心思采访电视剧了 一个星期后 睡在母亲B弯里的谢霆锋 就登上了人生第一个杂志封面 从此 他穿着拖鞋去便利店买个饮料 也能上报纸头条 垃圾桶里 丢的东西都要被狗仔仔细检查 13岁 就已经有杂志 煞有介事的找他做深度访问 让他谈感情 谈事业 谈家庭 为躲避媒体 他跑去加拿大上大学 结果有天放学 扯掉了领带 被狗仔拍到 谢家二十祖 在学校混社团当老大的标题 就上了报纸 16岁 为帮父亲还债 他和英皇签下了 极其苛刻的合约 正式出道 直到31岁 他才还完了英皇老板杨寿成的 最后一笔债务 当年英皇为他举办出道典礼 名曰 群星药亭峰 谢贤的好友都来捧场 场面堪比跨年演唱会 自然没人买账 谢霆峰说 是我也会讨厌他 后来他去宏馆演出 主持人念到他的名字 台下几万人发出一声绵长的 16岁到19岁 谢霆峰所听到最多的 就是这种声音 19岁 他自己作词的第一首歌 《末世纪的呼声》 里面有这样的句子 谁天生拥有一切吗 谁天生喜爱听到假话 谁甘心一声给雨洒 谁高声呼叫听不到也罢 很多混娱乐圈的终极目的 是小红 他一出生就有了 他早熟且智慧 很小就拥有了思考 红就是好事吗 红人就是好人吗 谢霆峰从小就看到 当时最红的人们 在台上和台下的分别 那些客人来家里做客 爸妈刚转过脸去 招呼别的客人 小霆峰就听到刚刚还在热络交谈的人 在骂他的爸妈 他在门后面认真地听 心里默默告诉自己 如果有一天我和他们一样 我一定要让全世界知道 电视里的谢霆峰 和私底下的谢霆峰 是同一个人 很长一段时间 他身上的标签是冷酷和叛逆 他在舞台上摔吉他 他随时随地戴着墨镜 他对盘问隐私的记者发标 主办方音响设备出问题 谢霆峰怒摔吉他 当出道时他不像四大天王一样 走唱跳风格 非要抱着吉他唱摇滚 为此跟公司吵得不可开交 接受时代周刊访问时 他说香港就是一个垃圾场 没有真正的音乐环境 因此被TVB封杀几个月 甚至有段时间他偏不爱洗头 总是顶着一头油头出镜 经纪人霍文系问他 到底怎样才肯洗头 他说要等养的实在受不了 要身手去扎 妨碍做其他事实 小时候谢霆峰每年都要和父母妹妹一起 为杂志拍贺年照 像漂亮的布偶娃娃一样 对着镜头乖巧的微笑 13岁那年他突然不想笑了 在繁华的制体广场 谢霆峰穿着一件咖啡色 阿迪达斯的帽衫 怎么都笑不出来 迪波拉让他笑 他偏不笑 一个巴掌扇过来 你笑不笑 他硬着脖子就是不肯笑 又一巴掌扇过来 摄影师看闪了 王在一比方劝 拉咕拉咕不要打了 谢霆峰站着不动 表情严肃的对母亲说 你给我一个理由让我笑 巴掌内心的笑 我才肯笑 十几年后 他已经不记得童年有什么开心的事 却永远记得最憎恨的事 就是拍贺年照 那时候 13岁的少年也许没有意识到 冥冥之中 他已经选好了自己要走的那条路 他做不成卖笑的花瓶 他想要的是真正的价值和认可 听了四年虚声之后 谢霆峰终于得到认可 国语唱片 谢谢你的爱1999 大火 销量破百万 谢谢你的爱1999MV 电影半只烟 齐鸣 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在台湾宣传唱片 歌迷非常热情 谢霆峰却不理他们 助理跑去质问他 发现他一个人默默地站在墙角发呆 2011年 谢霆峰凭借电影线人 获得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那时候 他拼命三郎的名声 已经人尽皆知 敬业拼命 有口皆碑 演技却一直饱受争议 上一部电影证人中 他演男一号警察 影帝 却被反派张家辉夺走 现任中 他替着光头 演一个底层边缘人物 穷困潦倒的小混混 被迫充当警方现任 最后 在帮派斗争中惨死 他不停地挨揍 十月围城里的车夫阿四也是 光头 眼皮上一道疤 唯唯诺诺不潇洒 同样不停地挨揍 这些蝼蚁般的小角色 演进尘土里了 演员谢霆峰 才发出真正的光来 金像奖颁奖典礼上 台上的周润发 看着台下的谢霆峰 笑着说 香港电影以后的三十年 就靠你了 这个接力棒 他是凭自己接下的 十年过去了 谢霆峰终于又拍出了 自己满意的电影 今年 怒火中暗 领跑暑期党 票房突破十亿 豆瓣评分七点五 算得上口碑票房双丰收的佳作 电影里 谢霆峰饰演的 邱刚奥是一个小丑式的反派 在体制内受到不公正待遇 进监狱 受迫害 发展出反社会人格 走上暴力复仇之路 犯罪分子阿傲 每个眼神都透着狠 每一根头发都飙着疯 病态的音域 和偏执中绽放出盛大的美感 让观众直呼过瘾 那个并非学武出身 却挑起了大梁的谢霆峰 仍然在挑战和突破 这次 他不再完全靠摔打和挨打 而是耍起蝴蝶刀 和真子弹一对一单挑 武打动作干净利落 优美流畅 为了宣传这部电影 谢霆峰久违的跑了好几场路 接受了好几场访问 十分卖力 他说 这是我近十年来最满意的作品 可惜这是陈沐胜导演的一作 2020年8月 陈沐胜去世 他是谢霆峰合作最默契的动作电影导演 他走后 谢霆峰说 我不知道怎么演了 对于谢霆峰来说 那个严锡自李小龙的梦想 从未变过 他说Hong Kong Action 是香港电影的金字招牌 唯一有机会走向世界的东西 虽然体力已经不比从前 但为了拍Hong Kong Action 他愿意拼命 他突然露出腼腆的 不好意思的笑容 说 这是我的责任 只是没有团队和搭档的话 不知道命该拼在哪 陈沐胜走后 谢霆峰的下一步在哪里 尚未可知 年过四十 困惑已经散去 前路依然茫茫 那个倔强的站在质地广场 说什么也不肯笑的小小少年 是否会满意自己三十年后的样子 或许 从他对自己儿子的期待中 可以找到答案 他说不必做伟人 超人 做一个好人就好了 作为谢霆峰和张伯芝的儿子 你在压力中长大 如果扛住了 就是一个真男人 他自己做到了 一个好人 一个真男人 甚至是一个超人 也知道是一个真男人 要是一个真男人 我现在为什么要做了